小油三十 大得五十 來 大哥 兩個小的兩個 炸地瓜球得搶酥 把油壓出來 讓空氣吸進球裡 再膨脹成酥脆口感 別人用球海戰術一次鋪通下鍋 再用大漏勺反覆壓扁 一打多 省力又有效率 但這攤老闆不這麼做 反倒堅持又沒效率的老方法一打一 外面那一種就像印鈔機一樣 下來起來就是錢人家多開心 像我這樣就是一顆一顆壓的 可以真的是吃到外酥又內軟的口感 業績好的話 一天至少會壓個四五千次 現在在市場風吹日曬 地瓜球一顆一顆壓 一塊一塊的賺 但蘆威力以前可是牛排館的老闆 年收百萬 少年得志但年輕缺乏警覺心 遇到合夥的搖曰上門 他投入上百萬 帳目交給合夥人管理 沒想到錢沒賺到 返到貝勒 銀行貸款 月月要貪還 炙手七萬 只好當水果搬運工 兼拆 跑外送 就也很努力再還錢 那時候我就是一天買差不多 四到六顆水箭包 早餐午餐掛交易 一天最高跑十八個小時 親戚看到他的上進心 傳授地瓜球做法 成了蘆威力再次創業的起點 他日夜勤奮賺錢 苦撐五年 終於還清百萬債務 這十個字就是爽了 也就是成功了 我五年可以還三十百萬 那其實等於說 那我也可以再創造出 五年再出三十百萬出來 歷經起落挫折再重新整座 如同地瓜球在油鍋中高溫淬炼 擠壓才能吸飽空氣 膨脹成圓潤美好模樣